民眾很擔心說 要是擦槍走火的話 要到哪裡來避難 在花蓮有一處咖啡廳裡頭 竟然就有個日治時期 保留到現在的防空洞 讓年輕的顧客看了覺得好神奇 而另外還有民眾是突發奇想 想在家裡頭來搭建一個防空洞 連忙詢問說 做一個防空洞要多少錢 讓收到訊息的修善師傅 嚇了好大一跳 但是呢 防空洞並不是說想蓋就可以蓋的 要送審通過才能合法 建造費用至少要200萬元以上 灰色階梯上長滿雜草 一個通往地下的通道 小心翼翼往下走 黑漆漆的地下空間 原來是座歷史悠久的防空洞 而最特別的是 這防空洞竟然是出現在咖啡廳 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覺得怎麼樣 很珍惜 年輕顧客第一次發現防空洞 也覺得相當新奇 我們住任這間咖啡廳的時候 原來就有這個防空洞了 對 那應該是 就是日據時期留下來的防空洞 中共圍台軍演 兩岸情緒緊張 緊急時刻 防空洞就成了保命基地 不只意外發現咖啡廳的防空洞 更有民眾 直接私訊修善老闆 做一個簡單的防空洞 要多少錢 第一時間看到 也覺得還滿新奇的 不過防空洞 可不是想做就能做 必須先經過建築師設計 以及結構技師的計算 並且還要送建管科審查 兩岸情緒升溫 就連防空洞也進入了民眾話題 借陳敬葉華聯報告